最后一天的机会了 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来上班 许领 你是认真的吗 明轩 你要这么明目张短地袒护他吗 我没有想要袒护任何人 我现在只问事情的结果 都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们挽回了什么 股东们众目所望的新款 到现在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自己内部还要纠结这件事情 到什么时候 明轩 我问你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莫菲有关 你打算怎么做 我现在手里有两份文件 一份是公司人事部的通知 设计师程阳在任职期间 利用植物之变 盗取公司机密水色设计图 并转给对手公司 达成个人的不可告知的目的 现公司决定 对程阳进行开除处理 并且 永不录永地通知 还有一份是公司法务部 起草的律师函 明远因程阳个人问题 造成了对公司 巨大经济及名誉的损失 现公司决定 对设计师程阳 追究法律责任 明远 明远 我知道你爱惜人才 但一个人除了才华 还要兼具德行 我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 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还有 我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 一会儿会送程阳 去调查审讯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 不是 但这是可以给股东们的交代 顺哥 莫菲来了 我找到新的证据了 但也是啊 这男人不喝多 我们哪有机会啊 那天晚上喝完酒之后 就剩下我和东东两个人 我把东东给哄回家了 直接我送他回酒店 他一上出租车之后 直接不省人事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扶他 口红不小心蹭到他衣服上了 他女朋友米多多 就以为我们两个人外鼓掌了 直接闹到了公司 他要扶我 这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 手机 你拢不拢把手机给我 手机给我 团给我手机 我们也是公司工吧 夏总监好 你们先出去吧 是 这是非法监禁 我可以告你们的知道吗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帮白晓曼做事的 夏总监 您还是有什么误会吧 我跟白晓曼是大学同学 可是还没有熟到这种程度 是公司对你不好 还是我对你不够好啊 你为什么要把设计图给白晓曼 这设计图是从 程阳那边留出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连相机都没有怎么偷 昨天莫菲见得像傻子一样的 过来质疑我 问我是不是把设计图 只给了你们海洋 你说他无凭无据的 就这么过来 夏总监 你不自己欺辱了吗 你我给你解释 我错了 我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弥补他 你怎么弥补啊 公司因为你的行为损失了多少钱 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你知道吗 你要弥补 恐怕你要赔到倾家荡产老无所依 只要您能放过我 我就去公司免费上班都没关系的 只要您不把我交给警察 拿我什么招都行 我告诉你 就算十个你给公司白打工 做到死也弥补不了 夏总监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夏总监 求求你了 我爸妈身体都不太好 他们一直都在乡下 他们什么都不懂 只要你能够放过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只要拿下都行 我真的都是我一时糊涂 我又听白晓曼的话 你先起来 对不起 我被他们骗的 我不应该那么做 让公司损失了他们 我问你 要是公司跟海耀打官司 你会站出来指证白晓曼吗 会 我一定会 不会把公司 把所有的东西都追回来 你会告诉别人 是白晓曼 抄袭了我们公司的作品 好 我知道了 夏总监 那他怎么办 让他先哭个够 然后去设计部收拾东西 再到人事部办离职手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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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